历代治下第二十五章 亚马谢登基的时候是二十五岁 他在耶路撒冷做王二十九年 他的母亲名叫约耶诞 是耶路撒冷人 亚马谢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 只是心不专一 他巩固了王位以后 就把吉沙他父王的臣仆杀了 他却没有处死他们的儿子 因为照着摩西律法书上所记 耶和华曾吩咐 不可因儿子的罪处死父亲 也不可因父亲的罪处死儿子 个人要因自己的罪被处死 亚马谢召集了犹大人 按着他们的家族 为全犹大和汴亚敏人 设立千夫掌和百夫掌 又数点他们的数目 从二十岁以上能出去打仗 能拿枪持盾的精兵 共有三十万 又用了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从以色列中雇了十万英勇的战士 有一位神人来见亚马谢说 王啊 请不要领以色列的军队和你同去 因为耶和华不和以色列人 不和任何以法连的子孙同在 即使你一定要去奋勇争战 神也会使你在敌人面前覆灭 因为神有能力帮助人 也有能力使人覆灭 亚马谢问神人 我给以色列雇佣兵的那三千四百公斤银子 怎么办呢 神人回答 耶和华能把比这更多次给你 于是亚马谢把那从以法连来的雇佣兵解散了 遣送他们回家 因此他们非常恼怒尤大人 就气冲冲地回家去了 亚马谢鼓起勇气 率领他的人民到盐谷去 击杀了一万希尔人 尤大人又生勤了一万人 带到一处崖顶 从崖顶把他们抛下去 使他们都摔得支离破碎 但亚马谢打发回去 不许和他一同作战的雇佣兵 竟侵入尤大各城 从撒玛利亚直到伯和伦 击杀了三千人 又掠去了很多财物 亚马谢击败了以东人回来的时候 把西尔人的神像也带回来 立为自己的神 在他们面前叩拜 又向他们烧香 因此耶和华向亚马谢发怒 于是拆派一位先知去见他 对他说 这民族的神不能拯救自己的人民 脱离你的手 你为什么还寻求他们呢 先知向王讲话的时候 王对他说 我们立了你做王的谋事吗 住口吧 你要挨打吗 先知就住口 可是又说 我知道神一定意消灭你 因为你做了这事 又不听从我的劝诈 犹大王 亚马谢和群臣商议以后 就派人去见耶和的孙子 约阿斯的儿子 以色列王 约阿斯说 来吧 我们在战场上相见吧 以色列王 约阿斯派人去见犹大王 亚马谢说 黎巴嫩的吉利派人去见 黎巴嫩的香薄树说 把你的女儿给我的儿子做妻子吧 后来 有一只黎巴嫩的野兽 从那里经过 把吉利践踏了 你心里说 你击败了乙东人 你就心里骄傲 以这事夸口 现在 你留在家里吧 为什么要惹祸 使犹大和你一同父王呢 亚马谢却不听从 这原事出于神 好把他们交在约阿斯手里 因为他们寻求 以东的神 于是 以色列王约阿斯上来 在犹大的博士脉 和犹大王 亚马谢相会于战场上 犹大人 在以色列人面前被击败 各自逃回家去了 以色列王 约阿斯 在博士脉 捉住了约哈斯的孙子 约阿斯的儿子 犹大王亚马谢 把他带到耶路撒冷 又拆毁 耶路撒冷的城墙 从以法连门直到脚门 共两百公尺 又把俄别以东负责看守 神殿里的一切金银 和一切器皿 以及王宫里的宝物都略去 又掳走人质 然后回桑玛利亚去了 以色列王 约哈斯的儿子 约阿斯死后 犹大王 约阿斯的儿子 亚马谢 还活了十五年 亚马谢其余的事迹 一生的始末 不是都记在 犹大和 以色列诸王记上吗 自从亚马谢 离弃耶和华以后 在耶路撒冷 有人要谋害他 他就逃到垃圾去 谋害他的人 派人追到垃圾 在那里把他杀死 然后用马 把他的尸体运回来 埋葬在大卫城里 和他的列祖一起